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杰 新闻开始我们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风暴来临 加州圣诞节假期多雨多雪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周三北加州迎来了第一波大雨和降雪 预计这种天气模式将持续到下周 气象局警告准备圣诞节开车旅行的民众 要注意山区的大雪和震雨 气象局表示 在北加州海岸徘徊的风暴正在增强 并将很快开始向南加州移动 FDA授权辉瑞Pax Leavitt药丸治疗COVID-19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周三批准了 辉瑞研发出的新的COVID-19治疗药丸Pax Leavitt使用 实验证明该药丸可降低高危患者的住院 或死亡风险89% FDA预计这种治疗将会供不应求 这导致拜登政府将采取更多措施来增加供应 开车时可玩电磁游戏 美国交通管理局要查特斯拉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已对一份报告展开正式调查 该报告称特斯拉汽车允许人们在驾驶时 透过中央触控瓶玩电子游戏 管理局表示 这项名为乘客游戏的功能 可能会分散司机的注意力 并增加撞车的风险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 适合 就是手冰箱室 手冰箱室 载给我将冰箱室 载给我将冰箱室